所以网上卖货有两种 一种是我用价格的方式来清销 一分钱一筐橘子 还有一种方式说赋予这产品的意义 我觉得营销其实要在产品上进行定位 这是前提 如果不定位 盲目的按照套路来讲 可能就会失分 第二轮选择去火柳 请做选择 还剩三盏灯 来 徐磊 我给你的岗位是市场运营 鲁班是星空资本旗下的一家 做大数据平台的公司 然后我们有一个抖铃 就做抖音相关的数据服务的 地点在北京 五八童征给你的岗位是市场运营 薪酬是4000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林野 我特别喜欢你 我想有没有可能 你在我身边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做我的秘书助理 然后那个5000 北京 接下来李颖你可以考虑一下 灭掉一盏灯 留下两盏灯 十秒 对 我选择灭掉鲁三 不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一个是助理 我可能会在他的身边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五八是我一开始来的目标 好 行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谈钱不闪感情 接下来你可以针对于两位企业家 在薪酬方面和其他方面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薪酬的话 我的住宿是 包不包住宿 不包 断东包吗 没有 实习岗 我也是没有的 那那个包吃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补贴 有补贴 你在真话那儿包吃吗 我不包吃 但是我可以给你涨1000块钱绩效 但这1000块钱绩效 让你自己可以5000加1000吧 确实我觉得会 适用期会比较难一些 我是觉得生活会比较难一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母女俩是不是心有灵犀啊 来 选断东的话是一 选增花的是二 接下来请黎莹把脸向你的左转 问一下妈妈 是一还是二 用手指比给我 OK 我知道了 行 你可以转回来的理 接下来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五八同城 斯凯乐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斯凯乐 好 果然母女年薪啊 好 问一下妈妈高兴不 高兴啊 但是离你就远了哦 没关系 年轻人吧 还是那句话 年轻人出去发展一下 挺好的 所以其实他最希望的 他最希望的还是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对 他开始 能够放松一些 好吧 那你就现场祝福一下你妈妈呗 来面对面 祝你找到一个图雷老师这样的老公 无雷老师给自己挖了个坑 他要给自己 无雷老师给自己挖了个坑 好 希望李颖在斯凯乐能够得到茁壮的成长 希望你以北京之心 不须此心 好 谢谢你们 好 拜拜 拜拜 辛苦了